日本空軍轟炸香港 我記得日本空軍轟炸香港 在一天的時間整個香港亂了 當時空軍轟炸完一批一批的時候 跟著他們的軍隊從白鄉那邊入境 英軍在九龍的水塘咬有印度兵 劃到那些防禦工事守著他們很害怕 英軍有綠色的防護網 也有小型的炮 但是他們跟我們說再見了 我們一整夜一路地從那裏回來新界 那條路很長的路由那裏走回來 我三兄弟 看到他們非常之驚慌 那時候日本軍隊咒雷過境 那時候走到那晚 那時候已經半夜 那些日本兵已經到了 所以將他們俘虜了 那所有大埔的 現在大埔站那時候 大埔搞的以前 叫做大學站那時候 我們從那裏過的時候 日本軍隊已經倒了個樹放手 好罪他們沒有拘捕我們 那我們就直接回來 走上我們鄉下的山 那時候去避 老闆